好,再來第最後一個重點,重點9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分類 我知道兩個方程式代表兩條直線 那兩條直線在圖形上會有哪幾種狀況 第一個,有可能兩條直線是香蕉 或者兩條直線叫做平行 或者兩條直線叫做完全重合 可是我要怎麼樣用最快的方式去看出 它是屬於香蕉還是平行還是重合呢 所以我們就先從 係數去檢查 我們知道方程式的一般式都長成這個樣子 A1X加B1Y等於C1 A2X加B2Y等於C2 如果你今天發現了A1比A2 不等於B1比B2的時候 譬如這一題 X-Y等於2 X加Y等於2 1比1 那另外一個係數叫做-1比1 這兩個不等於嗎 所以當係數前面兩個相比不等於的時候 它就會是相交的狀況 好,這是第一個 所以在解的方式 我們會講說恰有一組解 那兩直線的關係 我們就稱為交於1 好,再來第二個 如果我今天發現A1比A2 等於B1比B2 但是不等於C1比C2的時候 好,這個在以前我們稱為五解 那五解在直線的關係就稱為平行 例如這一題 1比3 我的1比上3 把它弄 看一下 好,譬如說這一題 我說我的1比3 等於我的 B1比B2 也就是1比3 但是不等於 2分之9 所以我就可以從 這裡的係數比之到兩條直線 絕對是平行的狀態 這兩條直線是平行的狀態 換句話說 我把3X加3Y加等於9 除以3倍之後得到X加Y 等於3 那我前面有講過說 如果兩條線平行 只有常數向不一樣 這一題也就是證明了我之前的講法 再來,第三種狀況叫做無線多組織 那無線多組織的時候 他們的係數會有什麼關係呢 A1比A2 會等於B1比B2 也會等於C1比C2 好,以這一題來說 1比3 這個叫做1比3 等於 B1比B2也叫做1比3 1比3 等於B1比B2 也等於2比6 所以當他們係數都相等的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他們兩條直線 是完全重合的 那完全重合 答案當然就會有無線多組織 OK,這是最後一個重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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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익